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刚好在胃肠科实习 跟他们的训练制度里面会去病理科看切片报告 他就跟他主人讲说 他胃里面有发现很奇怪的细菌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觉得胃是很酸的地方 应该不会有细菌 他说你一定是搞错 但是他有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 所以他还申请了一个研究计划 但是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前面怎么切片怎么培养 就是没有长出什么样的细菌 就在一次美国在感恩节或是圣诞节 就会有比较长的假日 所以其中一个标本放了一个礼拜之后 竟然又长出东西来 后续的故事就从那一次的运气开始 他大概要准备做100个标本 那已经做快一半了 第40几个差不多准备要放弃了 那他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精神是 人家说这个可能是刚好 也许是培养有问题怎么样的 他说好了 我惨惨了 培养好的细菌就把他喝下去 当然喝下去之前他先做一次微镜切片没有长 喝下去之后就造成极性胃炎 然后再下去切片果然有长 第二步的成功了 后续就更多的资料就发现 油门杆菌大概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会造成十二子肠溃疡 后来就发现把油门杆菌杀死十二子肠溃疡就好了 当我开始民国七十七年开始做胃镜的时候 大概每天都会看到十二子肠溃疡 到现在都看到一个十二子肠溃疡 要赶快叫那个年轻的医师来看 你看看看 这就是十二子肠溃疡 我已经十年没有看过了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会造成胃的萎缩 胃酸分泌减少 这种是胃酸分泌增加 那这种萎缩性胃炎 那最厉害的是会产生胃癌 所以在油门螺旋感菌可以造成的这么多疾病里面呢 除了胃癌以外呢 还有一种很特别的叫做胃的淋巴癌 这种机会是不多 但是若是这种的胃淋巴癌呢 竟然很神奇的 吃抗生素就可以治好癌症 这也是油门感菌发现之后 解开了一个非常以前不了解的谜团 所以也因着这样 就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奖 因为发现了胃里面有一个细菌 那我们讲到这么多油门感菌的故事 所以现在很多的见解 就会不管是做胃镜 或者是做分泌的检查 都会检查油门感菌 那油门感菌的治疗基本上大概吃抗生素 遇到两个礼拜 大概90% 第一次就会治疗好 那少数会治疗第二次或第三次 跟个人的体质跟抗药性有关 不然基本上都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那台大的文明前院长跟他底下的李家医师 他们就在差不多15年前 就到马祖去做一个研究 因为做癌症的统计的时候 发现马祖有一些的地方呢 他的胃癌的发生力比全国高一点 那他会选那里就是因为 会住在那边的移动性就比较少 大概住在那边就不太会搬走 所以他就去了 所有的人都抓来先做 油门感菌的抽血的检查 若是可以接受就每一个都做微镜 然后油门感菌就给他治疗 经过这10到15年的观察 也确实证实了这个油门感菌的治疗 可以跟胃癌有相当大的效果 那这个也发表了很多很重要的文献 接着胃下面就是小肠 那小肠是我们最主要吸收的器官 那因为它是很重要的吸收器官 所以呢它就很多的容脑 那小肠的疾病非常的少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个它蠕动很快 第二个它的血液很多 所以很多的病菌或是其他的问题 很少发生在小肠 所以我们就知道小肠的存在 重要的是这一个 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很不容易 卖座非常好 但是这个电影叫塞德克巴来 念很多次都记不起来 后来就说这个就是塞德克巴来 我第一次听到也觉得跟你们一样大笑 塞德克巴来 那就讲到大肠癌的这个问题 最近连续非常超过十年了 这个大肠癌的发生率不是死亡率 你要知道这是发生率一直是所有癌症的第一名 我们目前大概这几年没什么变化 大肠癌第一名 然后肺癌 女性乳癌 肝癌 口腔癌 然后社会腺癌癌这几年越来越多 假装腺癌 皮肤癌 胃癌 以前大概前五名 现在已经快要掉出前十名 那十大癌也是排在这个十大癌症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保卫 胃肠到原理疾病 你看这里就有多少个是跟肠胃有关的 大肠 肝 然后胃 食道 那这个发生率的男生跟女生也是一样 算起来 女生最多的是乳癌 这几年越来越多 所以最后我会提到国舰局所做的癌症筛检里面 就有包含这一项 那这个发生率呢 真的一年一年增加 那这个男生女生每年大概都有超过五万的新的病例 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 当然大家会觉得可能跟隐食有关 那跟隐食有关的这些研究报告呢 我举两个例子让大家做参考 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家族性的 还有其他的 那刚刚有提到先天不良 后天失调那就完蛋 所以假设你有先天的危险因子 但是如果是后天能够吃得健康 应该这个机会就比较少 那这个第一个例子呢 是指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很多日本人移民到夏威夷 那这是第一代的日本人 这是第一代的移民后生的小孩 第一代一世 这是第二代一世 这跟日本的美国的白人的 十万人的大长海的发生率 发现初移民 然后到第一代 到第二代呢 血统没有改变 可是发生率增高 那可能就是后天的因素了 这个先天不良 后天失调 那就是应该是后天的因素 那还有什么资料呢 另外一个是比较女生的研究 日本 英国 美国跟纽西兰 他去看女生大长海的发生率 这个每十万人 七个 二十个 三十个 四十个 那他去统计呢 发现跟吃肉的量是有关系的 三十 一百九 十七 两百八 三百零九 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可以相信 从一个是不同时代 一个是不同的饮食量 我们还是要相信饮食是一个 需要去考虑的因素 所以呢 这个一些的医生 这个汪惠敏医师 是以前大长治安科的主任 现在中国医药学院 那他的建议就是 尽量不要吃烧烤的肉类 少吃红肉香肠 这些加工的食物 另外很重要的呢 就是蔬菜水果要吃得够 那若有加速食 更要是避免 就悬天不调 那后天再不凉 那就不行了 那到了可以筛检的年龄的时候 就要做分辨筛检 等一下会一起 将国舰局的筛检的项目 跟大家介绍 筛检真的是很重要 这个若有筛检所发现的大肠癌 还有甚至其他的癌症 包括子宫禽癌 乳癌 口腔癌 大肠癌 筛检发现跟非筛检发现的存活率 这个是都相差很多 那以大肠癌早期发现跟 用症状态才诊断的这个五年的存活率 这个是差的非常多 不只是台湾这样 这也是美国的资料 他们也发现 如果能够做定期的分辨筛检 之后有问题 可以在做大肠癌 可以减少25% 死亡率减少52% 这就是两个的差别 开始有做筛检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存活率就越来越好 那这是台湾的资料 我们确实也发现 真的筛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除了前面讲说你该健康的吃 但是有些时候也不晓得什么原因 它就要发生 所以后天的该做的就是要做筛检 那我们来看这个的差别 这个是在2004年 这个是诊断的时候是大肠癌 零期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我们发现因着开始做筛检 这些零期或者一期的病人就越来越多 然后差别在哪里 最重要的就是说五年的存活率 如果你是第四期 五年存活率只有13% 如果是零期的话 五年的存活率可以到95% 一期还可以到93% 二期有到85% 那如果是三期跟四期就不好 又怎么样早期发现 当然要做筛检 其实筛检就是大肠癌分别筛检 你可以到各大医院 诊所 卫生所 拿那个检体盒回去呢 喇赛 那个动作叫做喇赛 寄回来就好 不要相信症状我 上个礼拜一 帮一个病人做大肠癌 为什么他要做大肠癌 因为他有肾脏结石的问题 所以医生排一个超音波 要看看结石还在不在 结果发现肛脏好像怪怪的 那就排一个电脑断层去看 因为照他过去的病例 应该最大的可能性是血管流 这就是我们做肛脏超音波 最常见的水炮 第二个就是血管流 做了电脑断层 打了血影剂 判断之后 果然确实是血管流 但是呢 我们那个放射线的 看片子的医生 真的非常认真 每一个地方都看 他说 咦 在大肠靠盲肠地方 有一颗四公分的东西 四公分呢 就跟别人讲说 你来做大肠癌 为什么呢 我以为大便都正常 也没有什么症状 我要讲的就是说 它有四公分的东西 可是它没有症状 所以有些时候症状是不可靠的 做筛检才能够保平安 那若是筛检 其实大部分都发现 零起或者一起的这些病障呢 根本不用开肠破肚 用内饰镜 接着各样先进的方法 就可以把它切掉了 就是用内饰镜 打一点水 让那个病障浮起来 切掉就回家了 这样就好了 可是很多人就想说 哦 医生我两年没有做大肠镜了 我想来做 说不行不行 你先去做大肠癌的分辨再检 有问题再来做 虽然现在做麻醉的大肠镜检查很轻松 醒来的时候就做好了 常常病人说 开始做了没 其实都已经做好了 但是呢 运气不好还是肠子会捅破 我刚当肠卫科主任的时候 我们科的一个总医师就 运气不好捅破一个肠子 还好有认识 他的同样福伦社的社友 是我们嘉义科的训练医生在开业 当然去了他也可以接受 说运气不好 我还去他家帮他换药过两次 那我们的护理师更辛苦 去了好多次 最后他也说可以接受 不过要和解 所以那次的体检费用免费 住院当中的住院会员免费住两次 第一次把肠子拉出来 最后再接回去 然后其他的都让减免 但是说总是要精神赔偿 费得费得好啊 可是他说我朋友说 要讨个吉利 那就要八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块 还好荣总制度好 总医师的额度加我的额度 每年合起来呢 够支付这些钱 所以我没有被扣薪水 先做粪便筛检 有必要再做大肠金 不管你多少年没有做 就是先做粪便筛检就好 好 长次讲完了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讲肝脏 以前有一首歌叫爆肝 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既然是五月天的啦 这首一定不好听 所以我们都没听过 肝脏的毛病在台湾 这几年其实也蛮重要 尤其是B型肝炎 那这个例子呢 是我们现在常委科 杨主任他以前报导的 这是差不多十年前 其实这个故事一直都在发生 这个病人他的母亲 因为B型肝炎 肝胺死了 那他也有B型肝炎代言 所以前几年他又乖乖的回来追踪 可是后来因为念研究所太忙了 就忘记来回忍 等到三十岁的时候 再来做的时候 已经有肝硬化附水的现象 其实有很多人 肝脏稍微的发炎 他不一定有症状 那有些在追踪的病人 他常常会来讲说 我最近很疼的 可能感变了 其实炎起来是正常的 所以肝脏也没有发炎 症状也不是很准的 那些人是高危险群的 当然肝硬化 不管什么原因 包括喝酒引起的 或是先天性疾病 当然B型西型肝炎也是很重要的 或是有家族史的要注意 定期来筛检 定期筛检其实很简单 最重要是每半年做一次查语波 你有可能抽血正常 肝癌指数也正常 但是肝脏里面有一颗 一公分 两公分 五公分的肿瘤 通常都没有症状 都说肝脏是无声的器官 一定要做查语波 那B型肝炎的治疗其实现在很进步了 那在适当的时候可以用适当的药 那B型肝炎代言的一生当中 从年轻的时候病毒会很高 那随着身体的免疫它就变少 但是呢这个当中不晓得什么原因 免疫力的调整它就伤伤下下 那肝功能就会也跟着伤伤下下 以前没有什么好的药的时候呢 慢慢就会变成肝炎 那现在健保肌已经几乎有很好的药 可以控制的很好 那出了B型肝炎 这几年C型肝炎的治疗 要比B型肝炎更好 以前C型肝炎没有什么特殊的药 所以要打干扰素 打干扰素打得 会让你疲惹惹 那个反应非常强 甚至少数的人打了之后 会引起忧郁症 那最早的干扰素是短效的 每天打 而且要自肺 我们曾经 有位退伍的年轻荣民有吸肝 就说这个有药可以打 但是要自肺 然后他刚开始想想 好了我自肺 可是打到一个阶段之后呢 他就想 不是荣民 荣民业为什么要自肺呢 那时候已经有健保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健保给付的 他就投诉了 然后就来调查 看那个长官就想说 那时候短效的干扰素的成效只有三成 长官也想说 有三成效果的药 你叫病人出钱 你未免 现在会到想想就说三成有效的 也真的是比扔铜板二分之一还少 可是那个时代就是这么辛苦 后来当然有长效性的干扰素又有配合一个药架雷巴威脸 成效可以提升到八成甚至九成 那时候治疗就很高兴 可是最近五年更高兴了 以前干扰素要打半年之一年 现在新的口服药只要吃八周到十二周 两个月到三个月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的变好 刚开始那个药厂很高兴 液积涂飞猛进 这两年都愁眉苦脸 因为病人都好了 现在找不到病人 这是好事 所以我们台湾这些专门做吸肝治疗 这个台大的 这是台北北容 这是北医 这是慈悸的医生 都希望 我们在2025年能够把台湾的吸肝通通治疗好 那这个最后的这些忙点 可能是有一些根本不来医院的人 我们很难找出他们 所以现在有吸肝 只要你肯来医院 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会治好 因着 B肝跟吸肝治疗的进步 以前肝硬化大概死亡原因的前五名 现在已经快要掉出前十名了 这也是我们健保制度进步的一个非常扎实的成果 那所以他的死亡率 我们来看这个图 最近的20年当中 从男生 这是女生 这是平均 从23%掉到10% 女生跟小到只有6.3% 这是肝硬化 那肝癌的死亡率也是很明显的进步 再一次谢谢台湾健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提供